中文字幕志愿者 之后回到新竹基地 才准备起飞再回到桃源的龙潭基地 没想到起飞之后三分钟 高度只有大约300到400尺 就出现引擎转速过慢的问题 直升机上面的飞官赶紧向上级报告 由于事发的时间 直升机下方正式驻载区 飞官选择紧急左转 并且急降在基地的跑道上面 但最后失败坠落 两名飞官送往医院之后 在抢救期间宣告不治